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错过了的 自己上网找回 但今集是另一部分 关于你一位亲人的一件事 其实不是发生很久 半个月都没有 因为我有一位亲人最近过世 也挺亲的亲人 当然他过世对我们家人的影响很大 甚至在我自己个人来说 我也是首次感受到这么强烈的悲痛 当然做了这么久的节目的时候 我都很清晰地知道人死后未必是没有了 或者是他会继续他的路 或者是可能他的路更加舒服更加开心 但始终有一种不舍得的感觉 所以我算是家人里面比较可以冷静去处理的一个人 其他家人当然是很伤心 但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因为有一次我爸爸需要去医院做身体检查 我哥哥就陪我爸爸去做身体检查 当时这位亲人的手提电话 因为他一直在家里住 他自己有个手提电话 我们就将他的手提电话 不会带出去的 尤其已经离开了 我们就将他的手提电话 放在厅的饭桌 但不是有线组的 其实是有线组的 因为遇到有些亲戚朋友 可能会打他的电话来 而我们可以通知他 这位亲人已经离开了 所以我们都保持着电话 放在那里 我哥哥照常和我爸爸 就去医院做检查 大约时间是11点钟 总之那个时间是11点钟左右 他们就应该去医院检查 就应该回家 我一直都不在家 我就在街上做事 总之到11点钟 我就收到我哥哥的信息 就是说 这位亲人用他自己的手提电话 打电话回家 我当时就说 你开玩笑而已 我妹妹就在WhatsApp 做一个害怕的样子 我们都不相信 但是那晚刚好 我们就要回家吃饭 你知道现在家庭的电话 有些电话 类似一个智能电话 但是他会有电话 来电显示打出来 一个屏幕 对了 总之你有谁接听过 你没有接听过 几点打来都有记录 我妈爸 就是一个 不是很懂得用高科技的东西 所以那些人打电话 就有他放在那里了 我特意回去 按出来 拍了一张照片 就说 这个亲人的电话 是真的打过来 时间是11点凌分 这样打过来 这个电话的时间 正正就是你哥哥打给你的时间 我哥哥大约是五分钟之后 就打电话给我 就说这个亲人打电话 第一件事 你知道我做开这些 我当然会去查手提电话 是吧 会不会有人故意按错键 或者会不会我爸爸 不懂得按错键 就打到回家 他又以为是什么呢 谁知道我去看 那个电话是没有打出记录的 而我爸爸 是不懂得去判断 那些打出记录的人 就是那个电话 他只懂得按按键 还要是你预先进入电话 你叫他自己按电话号码 他都搞不定 所以就是说 那个电话本身是没有打出 但是这个机里面 是有这个电话 打入记录 但我想问 那个电话 有没有打的时候 有动动过 第一 他们不会去 违议 那个电话没有动动 但是总之 我们看回电话 所有电话的打出记录 已经是说 这位亲人离世之前 因为他这个电话 离世之后 他一直都放在那里 都没动过 那就是说 这个电话没有人动过 这个电话 只是放在那里 等人打来 但是打出记录 是从头到尾都没有的 我想再说一件事 就是这个电话 打回来的那天 正正就是 这位亲人离世之后的七天 就是七天 正正就是七天打过电话 这件事 这件事 在我自己个人来说 其实我也解释不到 当然我觉得 可能是这位亲人 想和我们通讯 或者想想到有什么方法 可以和我们联络到 但是 亦都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 可以和他沟通得到 但是我觉得 在我做了这么久 神秘学节目的本人来说 其实我自己也解释不到 所以这个世界 也是存在灰色地带的 唯一安心的就是 可能透过电话 很多时候灵界 能透过这些电波讯息 表示一个安心 没错